我国穆斯林同胞明天迎来开斋节 相信是不少游子赶在最后一分钟启程返乡 加上今天是两天大到免费的最后一天 因此离开巴生谷 北上和南下方向的部分道路 从今天下午开始就陆续出现了拥堵的情况 部分路段开放紧急车道舒缓车潮 根据大道局 北上方向拥挤的路段 包括武吉兰璋到万挠 万挠休息站到武吉布伦东 打巴到雾边 以及美诺隧道前往刮剌江沙路段 当局在四个路段启动精明车道 也就是开放紧急车道 南下路段方面从汝莱到安斯戴尔城 波德申南部到布勒士宁夷 以及古莱到士年纳同样是塞车 至于从首都往东海岸的方向 则是因为车多加上下雨 有大数倒下阻碍了交通 导致额麦收费站往云顶山脚方向 出现了13公里的车龙 要提醒您 大道免费只持续到今天午夜11点59分 在这个时间点之后 才离开大道收费站的民众 都必须缴付过路费 民众可以浏览大道局的社媒X平台 查阅及时的路况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